十年前就已经是走路吃鸡 不过我是非常的刚强 我不享受症 后来在病床上的时候 突然间感觉到 好像什么障碍都没有了 关怀贫苦 他都在 曾经的病痛他都懂 除了每个月的家房 我们还是会有打电话 有带他去环保站 我患有这个高二性的 这个卵组织肿瘤 曾经开过岛 然后有做过电疗 现在算是康复了 已经两年九个月了 踏入慈祭走入佛门 行入病苦 对于曾经的天主教徒 成了真正信仰的修炼场 我其实对天主教是完全没有什么概念的 所以当我想要选择信仰的时候 刚就是在我身边有什么就是什么 所以那时候在我身边就是有慈祭 有佛教 这是什么时候开的照片 2020年我生日那时候 夫妻合影全家打合照 谁知进城的潘美容 2020这一年最后的欢乐 我认真负责的先生是一名中学老师 他在2020年的时候 他在2020年的时候 12月确诊患上直肠癌 那时候 他因为他是一个很有责任的老师 认真负责的先生是太太永远的骄傲 却也成了内心的纠结 等到学生考试后 12月份就去全省检查 所以就证实他是直肠癌第三期 因为他的肿瘤很大 如果要动手术很危险 所以在医生见一下 就让他先做电疗跟化疗 命运弄人 两个月后先生撒手人寰 过程慈寂人形影不离 也成就了先生往生前的最后祝福 因为我在这之前 我也跟他讲 受证是我自己本身的心愿 我也需要他的祝福 所以他在他还没有往生之前 他就签同一手让我去受证 一趟受证路 潘美容着力竭 各自承载着疾病考验的 两面琴 心 我很感谢你 能够让我这一生的心愿圆满 感恩上人 在我人生很低潮的时候 他还有在我身边 我还能够听得到他的教导 反转我的人生 带新闻 小智杰天志中 华联报导 我们下一个帮助 veteran他们的乐安 和他们击费 然后他说